哦,我不出聲的了,你搞定他了 哈哈哈哈,我用不著我理 你夠薑的,你就讓他做吧 我有什麼問題啊,你試試吧 玩這些遊戲 所以這個譚偉豪,無黨無派,自己已經單打獨鬥 你在這裏帶我,你真是很關心 不是索了關心,是嚇了關心 你真是,你發夢沒那麼早,很大口氣 說到我們不支持這個,我們獨立的語言,完全沒有發言權的 協調我們又沒有份 為什麼沒有份,你有份做一年,這麼奇怪 這傢伙真是白癡 你問他,你不承認這個協調,你做了那一年,你是不是還回呢 如果沒有協調的話,為什麼要選你ITO做一年這麼大把 他當初找了梁君彥來跟我說 梁君彥做過第一年的時候,他問你不要做兩年 給多年給Samsung做 我說為什麼 Why? Tell me why 他除非過當民主派 你是不是不做建制派 當初,李永達要做一年,我做一年 我那一年都不讓李永達做 現在所以你做兩年 現在我寧願讓李永達做,我也不會讓你做 很簡單,現在更加不會讓李永達做 不,你是不是益民主黨 民主黨兩個高人都會做超級立法會議員 我們說過了,主席交代 誰去選這個區議會 準備要選立法會,我們就追擊他 所以我都準備奉召去參加區議會選舉 你也要選區議會嗎? 如果發生這樣的情況,假若 我接受黨的徵召 譬如說,何俊仁,高達,湯渣華 湯渣華,善仲佳 那些走出來說要選這個超級立法會議員選舉 他一定要選區議員選 我會追殺他 我沒有得贏的 我拔散他,但他沒有得贏 明年是很快 下年年尾,11月就是了 我們不是要贏個位 我們不要讓他贏個位 讓他可以做超級立法會議員 That's it 對 這個策略是對的 我現在是普通黨員 只要黨徵召我 一晚你去選區議會追殺某人 我一定是諷刺 意不容辭 意不容辭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黨在搞協調機制 怎麼搞啊 兩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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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大哥 講協調機制 沒有講這個超級區議員 阿哥 對 對不對 你一是你巨傑 你何俊仁去選區議員的時候 沒有關係的 我不會選立法會 我不是這個功能組別選立法會 可以嗎 你現在開到口了 善仲佳說何俊仁去選 當然有黨主席去選 最有份量 我早就猜中了 我不是今天說的 你民主黨為什麽要投共 為什麽要支持政府這個政改方案 就是要多拿一兩個位置 講到尾是一字禁錢 現在不是露出來了 香港人很善亡 香港人又很溫和 香港人又會支持你 你以為呀 你民望又高 我們民望又低 那就來咯 你們倆去哪裏 我去哪裏 我告訴你 立此傳召 上屆在屯門 何俊仁 不是去屯門 就是去屯門 照根 用什麽 叫陳偉賢不要去屯門 去屯門跟他選 是啊 也好 走過去都是新界西 是嗎 繼續追 要不要跟他客氣 還有 常常在語無倫次 說泛民沒有分裂 路線不同 我們現在都容易合作 你通過政改方案的時候 之後 你民主黨主席 副主席 或者你民主黨 有什麽時候約過社民連坐下聊天 到今天都沒有 我怎麽跟你合作 都不知合作什麽 你都沒有跟我說 喂 但我都在談 不用談 全部在那裏跟報紙說 在那裏打飛機自己 誰說跟你朋友 你真的在發夢 是不是 我告訴你 我現在都嫌我們黨的決議民太過溫和 我都覺得是 說著說著 不過沒有辦法 我現在不是主席 不是我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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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我們只有遵守紀律 我調戲不相信 我只要化勞鬚 是吧 現在不用跟他客氣 他不會當你是自己有 現在問題是 是吧 是吧 你現在什麽時候民主黨 又當社民連是盟友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去日本韓國這個團 民政事務委員會 劉慧卿和我由頭至尾未說過一句話 大家是 所以這個協調機制 我便覺得 哪有得談 這樣也沒得談 假的也沒得談 還要坐在那裏 喂 你是大黨 你這麽厲害 你那個方案 政府接受了你 你現在不用跟我們談 你和政府私相授受 就和共產黨秘密談判 你都已經沒有跟我們談 到現在你賣掉了我們豬仔 你說要跟我們繼續合作 你都沒有跟我們談 你現在說什麽 休息一會